词曲 李宗盛 占领你的世界 所有思念围绕在你的身边 你是我绝对那么多年 从未改变 爱不反顾的 守护着 对你承诺的那快乐 不怕再多取热 靠落落了爱的敌人 我的 我的 爱无反无反 拥抱着 前进不完的 才值得 装成全力去爱 我能比你幸福最先堪 宝贝 我属于你了 时时刻刻 那么深爱着 爱无反对的 守护着 对你承诺的那快乐 我不怕再有曲折 让我发现爱到底的人 我的 我的 你是我唯一的 宣言 好香啊 小姐 咱们吃点饭吧 我没胃口 这饭怎么还吃不下了 我跟你说啊 这忧愁啊 它就跟男人一样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别管它 咱们饭啊 该吃还得吃 这样下去不行 我不需要离开这儿 离开这儿你去哪儿啊 咱俩人生地不熟的 是不能去哪儿 但我至少让它知道 我不喜欢它做这些事 我不能嫁给这样的它 小声点 石头它还在外面守着呢 对了 你说 石头它为什么在外面守着 不会是守着我吧 一句话 跟不跟我走 我的姑奶奶 我求你了 咱们打消这个念头行吗 你也不忍心回头看见 我的腿被打折了 再要没人照顾你了吧 我忽然发现 你身上这衣服挺好看的 可暖和了 借我穿一下 你穿这 这样吧 我把我这身衣服借你穿 你穿一定很好看 然后把你这身借我 我穿你的 我穿你的 好啊 快去 快去 你确定我穿着进去吗 我怕你的腰没我的腰细啊 石头哥 石头哥 小姐 你的衣服我穿不下呀 小姐 谁啊 完大了 来 敬礼呗 松本さん 战争被战争了 这批货今天才到 只有你我和白正晴这招 不是他干的还会有谁 你干的好事 你知不知道我这批货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我赔你啊 赔 干吗 别 干吗 用你这条贱命来赔吧 别别别 别伤我 等我们除掉了白正晴 我成了当家的 那不是要有多少有多少 你这个计划已经没有用了 你打算怎么除掉白正晴 我有办法 她的未婚妻 蒋欣 这蒋欣姑娘她到底去哪儿了 怎么跟二爷交的 怎么办呢 二爷 蒋欣呢 二爷 二爷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我问你蒋欣在哪儿 二爷 我们中计了 蒋姑娘穿着春花的衣服逃走了 这不仅都找遍了 都没找到 天主我爷 二爷 实在是 你马上去找人 一定要别白狼疮 我都不知道 是啊 不管用什么方法 方便圈天津 都要把奖心给我找出来 是 姑娘 一个人哪 别走啊 别走啊 姑娘 要住宿吗 姑娘 可是我 老板 没钱也想来住宿 滚 是 姑娘 姑娘 醒醒 醒醒 我是刚刚 那个旅馆的老板娘 我们家那个死鬼呀 太现实了 我们还有一间空房 不要钱的 睡不睡 不要钱 真的假的 真的 谢谢老板娘 可是 你们为什么突然之间 对我这么好啊 该不会是 要我做牛做马来还吧 谁让你还哪 我是可怜你 快走吧 谢谢老板娘 谢谢老板娘 好舒服啊 什么未婚妻嘛 离开到现在都这么久了 都没有半个人来找过我 你怎么还好 sono我们的房间 你们找到怎么就 这个意思 那你还放不下吧 血不上水 这我没有咱口 那我全火 不上水 好水 你可以放不下水 你还放不下水 我就是 我好水 都给她 是是是 包年满意 老板娘 拿着 谢谢 谢谢 二爷 容虚观大胆说一句 不管蒋姑娘现在怎么看你 但是你没帮日本人助纣为虐 这是事实 你应该跟她说清楚 这样她才不会误解你 如果你不方便跟她说的话 虚观可以替你跟她说 不用 我自己跟她解释 禀会长 一切都已经处理好了 那个女的就在上头的厢房 但是 白正晴的人马已经布置好在门外 幸好我们比白狼早一步 千万不要惊动白狼的人马 这后边有个小门 我们走得了 你继续 是 抓人 你 你 不是白正晴的大哥吗 蒋姑娘 你要怪就怪白正晴 如果不是他假意跟我合作 烧光我所有的货 你也不会有筋听 烧我 没错 就是他 就在这儿烧光了我所有的白面 你知不知道那批货值多少钱 明明就是个生意人 我给了他那么多钱那么多利益 竟然还跟我作对 看来你这个未婚夫妇 还挺自命清高的 他不是个贩毒的坏人 我竟然迷回他 我还没有骂他 不是坏人 夏姑娘 你以为他是好人吗 我告诉你在上海商场 他可是被称为白狼的狠角色 你的未婚夫 马上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痛苦 动手 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 我要白正晴给我们的痛苦 从你身上加倍的痛苦 我还钱 走 到了 她现在是我们手上的王牌 把她弄死了 白正清的把柄就没了 是时候叫蒋欣离开了 是 二爷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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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去找蒋姑娘的时候 蒋姑娘没开门 我就一脚把门踹开 里面只有一封信 老板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老板的尸体在厨房里 上面还插着一把刀 不好 我们中计了 二爷 日本人分明是想报复 咱将平马过去岂不是送死 走开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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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办 跟我走 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 走 好 好 也要不是为了 你再拿不信 都会卡住 不认识 你也要知道 你不要 你只会着 你保护得 来 你还是个爱 你别人 他不归来 是我自己误会他 离开他 他有什么要误会 他没这个必要冒似来救我 你真的觉得 他会看着你受折磨而无动于衷吗 行啊 那咱们试试 开始了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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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を想想istry 我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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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逐狩 外国最新的 Open人 对 作为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倡钱 他來了 他帶來什麼人 一人 一人 是 你看看 多感人 為了救你 他竟然一個人來送死 帶他進來 是 我 我的人呢 你為什麼要來 你不要來 你快走 他們要殺你 不要怕 不會有事的 白桑 看來這個女人對你真的很重要 你明知道這是個死亡的陷阱 為了救她 還是自己跳進來 果然是有情有義 利用一個弱女子來對付我 這就是你們大日本帝國殺敵的水平 我白郎今天算是見識 這件事跟他無關 把他給放了 我不跟你做口舌之證 不過在你死之前 有個人要跟你敘敘舊 來 把你那樣子 把你給我 你給我 那一批 你給我 你給我 什麼 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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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也要对我客气一点 我可是下一任的 白家当家的 我真的替我爸 对你感到不幸 亏他生前对你视如己出 你这样对得起他老人家吗 我呸 白风收养我 那是为了他的良心 好过一点 当年我父亲和白风拼命创立了白家基业 要不是我爸替他劳碌而死 白家能有今天吗 杀了你 就是要拿回本来应该属于我的东西 白家是我的 是我的 你 把甲西发了 我忍气吞生这么多年 等的就是这一刻 你 我再说一次 他叫听话 你不要跟他们说废话了 他们会杀了你的 你放心 还没过于 放开他 你看 把你的腿废了我的放人 白正元 这个卑鄙小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你的亲人 他不是我亲人 他是我仇人 你飞不飞 我真的会轰了他的刀 老爷 儿爷 不要 别 不要 我 我 你的未婚夫 一个叱咤商场的风云人物 为了个女人也会有精髓 带了 这就是你的报应 这是什么呀 老公子二爷 这 这 二爷 你快走 你没事吧 老公子 老公子二爷 你没事吧 老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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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我们回家吧 如今光荣心底的残床 如今都是心扉的花 你将我闯荡 身刺茫茫 任你还等起波浪 桃花开 倒不开 淘尽无章变换 尘尘我分尘随骨再推我离开 桃花蟹吹蝶 热无尽尘埃 然后你一生的纯白 戒不开 桃花尖细尽两端 护士小姐 她有陌生的游泳想 她有陌生的游泳 二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就跟两人买台战车压死那帮日本人 二爷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别那么冲动行不行 大夫她怎么样了 她呀 伤势太重 解毒太患 不过她已经醒过来了 这药每日三次每次两毕 休养受众 慢慢地就会痊愈了 好 谢谢医生 医生 我送你 好好好 我去倒水 我去 老爷 老爷 爸 我见证了 你啊 妈 你见证了 你呢 你啊 你别证了 你然后再说 你呢 我你去买 sei 你呢 碰断兰花的事 我不该说谎 请爷爷原谅我 快起来快起来 我会一直跪着 直到爷爷肯原谅我为之 好吧 爷爷原谅你 不过你要牢牢记住这次教训 不要说谎 要勇于认错 知错能改 才是我们叶家的人 知道吗 我知道了 爷爷 起来吧 快起来 怎么了 没事 爸 等一下 我跟馨儿去我们家 新建的孤儿院 您一起去吧 上个月您没去 小郑的孩子还问我 说太老爷 什么时候来教我放风筝啊 老爷 今天的行程下午开始 好吧 我就跟你们一起去 太好了 现在东北局势混乱 许多无辜的百姓 纷纷死丧 也留下了许多 无父无母的孤儿 我们只能 消极地去收养这些孩子 也算是替我们叶家积功德了 你怎么起来了 你现在还不能下床 快躺好 你现在已经知道 商场是危机四伏的 能原谅我隐瞒你吗 先把药吃了 好 就像你说的 你身不由己 不铁面 怎么保护白家 不隐忍 怎么让日本人退去 你为了要保护你想保护的一切 不只是对敌人 就连对哥哥 都必须要大一灭气 在过去 或许我没有办法 完全理解你的世界 但是现在 我知道你很多做法 都是不得已的 所以我会 我会去接受你的这一切 我会去接受你的这一切 你到处在找我 后来是你在旅馆门口 终于找到了我 旅馆的老板 也是你安排的 我还误会你 还骂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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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在外面是不是很害怕呀 一个女孩子已成晚流落在外 肯定害怕死了 我好害怕 我怕你爱恶 我怕你受寒 我还怕你被人气 我怕我再也找不到你了 不要再离开我了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真心地把我当未婚妻 你就不会这么貌似去救我 更不会这么在乎我 我相信你跟我说的 虽然 虽然我没有办法那么快爱上你 可是我会让自己很快适应 很努力地去适应 试着做你的未婚妻 等我伤好了 我带你回上海 我们回家 我好想去看看我以前生活过的地方 好 乖 这是你的 你喜欢哪一个啊 这个 还是这个啊 快说谢谢 谢谢啊 小老叔是不是啊 来 拿着 乖 去玩吧 谢谢 谢谢 谢谢阿姨 真乖 这边 这边 这儿来到这儿来 好 好玩儿 好玩儿 妈 我 我能过去找爷爷吗 我想主动跟他拉近一些距离 好啊 那赶紧去吧 把线收短点 等风大了 再放长 哦 给爷爷的 给爷爷的 小镇 放风筝要逆风走 知道了 要注意风向啊 爷爷 我也想学放风筝 你能教我吗 其实 我只是想找机会 跟爷爷多亲近一下 如果爷爷 觉得我很暗眼的话 那我 小镇 把风筝借给解救完 谢谢爷爷 真乖 小镇 哇 好大的风筝啊 来 我教你 你拉着线 到前面 我说跑了 你就逆风跑 知道吗 嗯 知道了 爷爷 我说跑啊 一 二 三 跑 我说逆风跑啊 要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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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好 行儿 好 行儿 好 行儿 行儿 姐姐 没事吧 小姐 老爷 小姐 少夫人 现在小姐没有骨折 已经算是万幸了 我现在帮她包扎一下 黄大夫 手背上的伤口怎么样了 可不能留疤 女孩子家千万不能留疤 我尽量处理吧 但是小姐的肩膀 除了原来的牛豆疤以外 恐怕还会留下不小的疤痕 爷爷 就算是留疤 好 好了 好 好 好了 我去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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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正式把我的孙女 叶昕 介绍给全天津的人认识 是 老爷 我立刻去办 这一向低调的叶昕 从来不会请科大报来的 是啊 显然叶昕静的对来 叶老爷真的是能听大叶啊 妈妈 我好紧张啊 叶老爷来了 非常感谢各位记者 先生小姐的赏获 今天我请各位来 是要宣布两件 对叶某人来说 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第一件 各位已经知道了 就是 我叶某人有生之年 终于找到了 十中二十年的孙女 她也是我们叶家唯一的继承人 叶显 叶昕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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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大事 我们叶家 我们叶家 就要举家签往上海了 我们叶家 就是总结束 我们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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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最后 一年 我们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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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我们叶家 我们叶家 到全時光是遍地的蒼涼 愛未央是謎的舊天長 念念不忘將心比心的傷 是地中孤傲的白狼 天天星狂容心底的殘霜 容不清空是心扉的謊 逆著風闖蕩 生死莫茫 讓遺憾當情會長 桃花開 逃不開 逃盡無常變幻 千全我犯 千歲不再退我離開 桃花蟹 追跌 任無盡塵埃 讓紅你 一生的純白 解不開 桃花 解釋靜兩端 念思念 沾沉眼淚的糾纏 解不開 輪迴 愛恨的胸懷 讓煎熬之類 你存在 不愛 遺憾著 WIN 沈不斷 搖滑 桃花皆藏的勇敢 劍不斷 桃花皆藏的勇敢 用一切 交换的爱 抬头看 就从深调起悬崖 那时会 伤算眼点的无奈 回头看 飞进 呼吸里尘埃 灯花且晒难 且打开 属性缘胎 属性缘胎